读美国热点话题 且当前最新动态 这里是读解美国头条 我是英文 拜登在81岁生日当天 履行了他身为总统的感恩节职责 赦免两只火鸡 接下来这两只火鸡将返回家乡 明尼苏达州 安享退休生活 拜登当天还开启了自己年龄的玩笑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 60岁很难 真的很难 而前总统特朗普则在当日公布了自己的体检报告 显示自己健康状态良好 此外 拜登还在当日透露 他相信巴以冲突方已经接近达成一项协议 以确保被哈马斯扣押的部分人质获失 拜登随后还交叉手指 以示他希望有好运 位于圣路易斯的联邦第八巡回上诉法院 20日裁决 只有联邦政府 而非私人团体 才可以根据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民权法 投票权法提起诉讼 这一裁决将严重妨碍使用该法律针对选票获取 投票规则 并重新划分选区等问题提出诉讼 这项裁决可能会引发上诉 并导致最高法院再一次介入投票权之争 联邦最高法院20拒绝复审明尼阿波利斯前警官德雷克 肖万贵沙菲义乔治弗罗伊德 一案的定罪情况 这意味着肖万仍将面临超过22年的刑期 据悉 弗罗伊德一案引发了黑人的命 也是命大规模抗议运动 据知情人士透露 人工智能初创公司OpenAI的董事会19日 拒绝批准前首席执行官 沙姆阿尔特曼复职的拟议条款 并找到Twitch前首席执行官 埃米特希尔来接替他的位置 而微软公司首席执行官萨提亚纳德拉 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阿尔特曼及其同事将加入微软 另有约500名OpenAI员工威胁 除非现任董事会辞职 否则他们将跟随阿尔特曼加入微软 据悉 OpenAI现有员工约770人 而微软拥有OpenAI49%的股份 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 全美普通汽油20日的平均价格 约为3.31美元 比一个月前便宜25美分 比2022年同期便宜36美分 据悉 油价已连续9周下跌 是自2022年夏季以来最长的下跌趋势 随着感恩节假期即将到来 出行者有望迎来 2020年以来最便宜的假日季汽油价格 在公开支持反游阴谋论引发轩然大波后 马斯克20日在X上发帖回应 过去一周 有数百个虚假的媒体报道 声称我是反游主义者 事实并非如此 我只希望人类一切都好 所有人都有一个繁荣和令人兴奋的未来 据悉 马斯克上周点赞了一篇文章 该文表示 犹太人正在煽动对白人的仇恨 以上就是今天的读解美国头条 我是英文 感谢您的收看 也欢迎大家关注并订阅美国中文广播电视 格TV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美国中文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